美食站吸引了不少民众涌入 还出现了不少大单刷手 有企业大手笔豪刷了50万元 买星级饭店的午晚餐餐券要来犒赏员工 还有民众找了亲朋好友组团购买餐券 价格也是万元起跳 另外台湾高铁看转了国旅商机 跟饭店业者合作 推出了不同专案 以台北出发到高雄为例 入住星级酒店 车票再加上住宿费 每个人最低只要2490元 比高铁的来回票还要便宜 台湾美食展第三天 人气还是抢抢棍 还出现了不少大单刷手 瞄准各家业者推出的超值餐券 有业者砸下50万元 买星级饭店的午晚餐餐券要犒赏员工 也有企业豪刷40万元 团购食人桌菜美食券 更有民众找来亲朋好友香酒组团 一口戏结账万元起跳 一天如果是那种一般民众买到10万 应该都会有一个十足以上 三代同堂或者是四代同堂 整个家族一起购买 大组的一次购买20张的 20张的私人餐券 这样子的话原价是13万 打得下来只要8万 企业聚餐 他们想要用在年底的部门聚餐使用 除了美食好康让民众抢优惠 台湾高铁也和北中南饭店业者合作 推出大神优惠 以平日为例 左营到台北来回高铁车票 加上入住台北军品饭店一晚 两人同行平均一人2,990元 等于高铁来回车票加10元就能包住宿 另外如果是台北来回左营 入住高雄辅荣大饭店 四人同行每人只要2,490元 甚至比北高高铁来回车票更便宜 而台北搭高铁到台中 入住长榮桂冠酒店 价格一样很吸引人 暑假商机搭上国旅热潮 吃的玩的住的都有吸金又会 记者陶一轩许秋明台北报道 类 Spa 孟沟